江陵皮卡新发了它的高端品牌叫做大盗 而这个品牌底下的第一款车的名字也叫大盗 所以说咱们就按照这个车系的名字叫大盗 这肯定是他们最主推的一个产品 同时这个车的基本参入配置方面 也是现在最主销的这个尺寸 车长是5米43 5米43大概什么概念呢 就基本上跟你比较熟知的 什么纳瓦拉呀什么Ranger啊 什么长城炮的这些的长度是大差不差 属于是中型皮卡的长度 同时轴距是3米27 对我再说一下长度方面 就是你们还比较熟知的 比如说猛禽 猛禽F150猛禽的长度是5米89左右 那个就属于是中大型 甚至擦全尺寸皮卡的边了 大概你就明白了 它配的发动机是汽油跟柴油两款发动机 同时柴油是2.3T的发动机 汽油版也是配的2.3T 前面是麦佛逊的前悬架 后面是整体桥加瓦特连杆的后悬架 离地间隙这个乘用板的高度 是23.5厘米的高度 这个乘用板呢 现在整体来说 刚才的信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基本的外观啊 现在在设计的车 你想要高级感 基本上脑袋都会是一个纯平直切的脑袋 想要这个气势的感觉 然后这个乘用板中间这个贯穿的 这是整条的日间行车灯 然后这边的大灯组呢 上面下面的人行车灯 包括中间这大灯组 其实辨识度还是很好的 市面上能看到这样的造型 对这个灯造型的车 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中间这个大格山力量感还是OK的 然后呢皮卡我比较关心 它的轮子卡边的情况 因为你轮的越卡边 整个的下盘是越宽的 市面上的皮卡 说实话 5米43中型皮卡左右的车 轮的卡边的情况 没有做的特别好的 主要还是因为 中国法律法规的俯视投影 它不能太靠位 但是这个车整体来说 它的卡边的感觉 还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轮胎尺寸是265 65 17 这个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越野胎 虽然它是个乘用版 但是换个越野胎 去跑各种各样的城市 郊区的路况 包括还是那个寒路的概念 我觉得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自驾 包括中西部的长途自驾的话 还是建议你换一个 哪怕是轻量化的AT胎 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在这些尤其是高海拔地方 换胎的可能性 轮毂的样子 这应该属于是双6伏条 一共12个伏条 这个力量感跟造型 我觉得还是OK 比较不错 然后能看到侧面的踏板 它这个乘用版上边是没有行李架的 所以我刚才想上来抓一下 这个踏板的坚实程度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个塑料的踏板 这还不是一个钢制的踏板 但这个踏板这么结实 应该是直接装在大梁的架子上 而不是装在车身的皮左右 然后前面的离地间隙 对于一个乘用版来说 这个不算小的离地间隙 然后能看到正前方 还是有一个直接从前面窝过来的 直接倒脚的护板 这个对于它的日常的通过性来说 也是挺重要的 23.5厘米的离地间隙 在乘用版里面并不算小的 OK 视线往后看 这个整体桥并不意外 它连杆确实对于操控的提升 有一定的好处 然后现在这个后货箱 对于一个5米43的车长来说 这个后货箱 它的整个的面积 包括它的垂直高度 都还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车 它这后面就会坐的比较浅 但是这个货箱的深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开盖 特别好 带有阻尼直接开盖 否则的话不带阻尼光当一下 就掉下来 比如说小朋友脑袋在这的话 就容易砸着 另外作为一个皮卡 这个边角的上车踏板是非常重要的 这么着就很容易就上来了 这个感觉 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最高配的传有版 是带有货箱宝的 中低配的版本是没货箱宝的 可以单独去选装 然后这个车 后面带有220伏的交流电的输出 并且做到了400瓦 大家说400瓦 听起来跟现在的很多新能源的车型比起来 并不算是很大的功率 但是这是个汽油版的车 400瓦对于很多的汽油版的皮卡来说 已经不算小了 绝大部分都是什么120瓦 180瓦就已经不算小 400瓦就已经算是 对他们来说很大的了 我那个F150猛琴 整车也是400瓦的一个输出 它可以选6000瓦 但是单独配一个发电机 我指的是猛琴的车型 所以我建议大道这个车 如果想增加玩法 也可以单独选一个更大一点的发电机 让这后面的功能性就会更强了 好 这里面能看到 有4个锚点在这边的位置 它的外面是并没有外挂的锚点去拎东西的 因为毕竟是个常用版 并不是商用版的 货箱的中部偏下的位置 是有两个灯的 这个还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的车在这块都是没有灯的 但是这个灯 你侧面搁东西的话 就有可能会挡住 但是有东西没有墙 最满意的状态 应该是在这块再增加一个投影灯 这么着的话 也就不怕那两边挡住了 这个货箱对于5米43的车长来说 已经不算小了 包括深度我也挺满意的 包括后面的拖车的系统 包括拖车的取电系统 也可以单独进行选装的 好 我们上车 这车里面采用了好多的机甲的风格 你看那边的公交出风口 这边的都是有点类似于宇宙飞船 我觉得轻微有一点点的设计过渡 再朴实一点点也还OK 但是这可能有点太过于的想推重用版 所以说做的这种的机甲风格也还好吧 理解厂商的一个用意 这两块屏幕 前面的行车显示屏幕的尺寸看起来不小 中间这块屏幕 应该在皮卡里面算是比较先进的 我现在没有钥匙 并没有法给它点着 但理论来说 带有流量的导航 包括听车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能看到 它有很多的实体元件是外置的 这点还是不错 因为皮卡的过程中还是忙操作 这底下这块区域 无线充电板 12伏的电 这边的储盒 后边的胆杆也是比较机甲的风格 这边是几个四驱的选项 这个车的四驱系统 它是由它分动箱的 朝前脚船的部分 是TOD的多片离合器的系统 前后桥的位置 是可以选择主动的电控硬锁 是选配的装置 默认是没有的 是开放的插足器 应该是有一些电子线滑的 后面是两个背架 然后这边传统的一些的控制的区域 这边的储盒 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然后看一下上面 眼镜盒还是很大的 现在很多车都不给眼镜盒了 这边缺了一个扶手 然后这边的化妆镜 很遗憾 这边化妆镜没有灯 看看副驾驶 副驾驶没有化妆镜 这得被副驾驶的各种各样的媳妇们骂死 既然你说乘用版 又主推城里边的朋友出去玩 你副驾驶咋不给化妆镜呢 对吧 尤其是女孩 对吧 露营完了之后 在这得简单化个妆 或者是其他的 带个隐形眼镜什么的 这没有化妆镜 是重度的差评 方向盘也是设计的 样式比较夸张的 上下平边 这个非常运动的感觉 同时整车的配色 可能因为现在射灯比较愣 它是有点发蓝 发紫 跟香槟金的这样的壮色 这个配色说实话不难看 但是搁在这样的一个皮卡的身上 总觉得说 好像有点 这个配色过于的时髦 跟过于的跳了 如果把它变得更浅一点 更科技一点 更直男一点的配色 我觉得可能会更讨 这部分的男性的喜欢 门板的处合 这边单独有个背件 前面后面的空间也是挺大的 副驾是前面有个储核 当然这块是连动的 你不能放一些太细长的东西 座椅的感受 就整体来说是个平板 是比较硬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裹 我觉得厂家最终亮山板 可以把海绵的做软一点 让人有点下陷的感觉 好 我现在调好我的坐姿位置 好 这是我的标准坐姿位置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排 这个踏板 加上这边的扶手一步上来 整体来说 上下车的难易度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关上门之后 我觉得第一个体感你知道什么吗 这第二排座椅竟然比前面软 并且是明显的软 这个扶手板是为了更多的 普通的用户 去享受更多的郊区的自驾的生活 它会强调针对后面的乘坐 但是我没有想到 后面竟然能比前面软这么多 这点还是要比较一下的 这个座椅的乘坐长度也还是不错的 有点意思 腿部空间的方面 前面是刚才我调好的标准坐姿 咱们看一下 既然有两团的腿部空间 这个在5米43的车长来说 并且后抖的长度并不短 这个腿部空间我觉得挺满意了 两拳整的腿部空间 有点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第二排能不能直接掀起来 因为我看它底下还是有空间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这个座椅现在是掀不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掀起来的 因为这边是有个拉环的 理论来说这么一拉拉环 这个座椅就能掀起来 因为这是个试装车 所以这功能应该是还没做完 咱们拿最终量产车再确证一下 能看到大道这个乘用板 为了最终的C端用户 确实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它基础性能 比如说235的离地高度 包括它可以选择前后的硬锁 这些方面的性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 如果价格定的还OK的话 在市面上应该属于是有竞争力的 当然了 它整个的系列里面来说 那边还有商用板在那个位置 那里面咱们今天就不去看了 这边还有越野板 这个越野板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后面的货箱部分 应该是在公道里面 有一套的磨合系统 比如说钓鱼的磨合 包括露营的磨合 长途穿越的磨合 等这些系列的可替换磨合 是我觉得这个越野板 让我最兴奋的地方 因为它除此之外的机械性能 我相信做了这么多年的越野皮卡 比如说前后锁 比如说分尸四驱 比如说它阻尼可调的氮气减燃系统 这些方面大差不差 因为这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装备 但是整个的后货箱的磨合系统 确实是市面上没人做好的 在新能源的皮卡 大规模的普及之前 其实你去想 汽油的皮卡它自己最大的一个竞争力是什么 就是现在比较成熟的各种各样的配套玩法 因为如今 其实你想去打动这些的用户来说的话 就得靠这些的附加的硬件 否则的话 新能源的皮卡 包括新能源的各种各样的越野车 在很多的场景方面 比如说大功率的外方店 诸如此类的这一些的功能 会让现在的纯汽油的皮卡和越野车 变得比较难受 当然了 咱们今天公布的大道的品牌里面 它们的构架里面也可以实现增程 包括其他的串柄链的系统 包括更多的纯电系统也是可以的 以上就是他们今天发的大道皮卡的初步的静态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开给大家一个具体的结论 喜欢记得分享哦